如果想更快找到人,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我已经将此事告知了大皇子,先看看他那边能不能有消息吧。 周智目光沉了沉,苏晓玲出事,周恒也应该知道, 她只能从皇后口中试探出一些消息,来确定此事和皇后有没有关系。 真正可能让皇后开口的,说出更有用消息的,只有周恒。 但这是一个赌局,且胜率只有一成。 这个时候,她其实真的希望她能成功。 而此时的皇宫里,周恒也见到了皇后,冷淡的行礼之后,皇后单单让她起来。 从撕破脸,她就懒得给一点好脸了,带着冷漠和讥讽开口。 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,太阳打西边出来了,你们两兄弟都来探望我这母后。 周恒直直地看着皇后,她跪了下去,哽咽地开口。 母后,不要伤害小灵,求你了,你告诉我,她在哪里,母后。 你那宝贝心肝,你不是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吗?我哪知道她在哪儿。 跟我说陋女生,周恒还说。 不要并遗 Baptist歌远,这就是raj它最大的手提及。 这样子,你的上手提及利沐浪ker。